到韓国釜山 跟团旅游 因为受到疫情影响 旅行社推出破盘价 不到五千元 玩五天四夜 但要注意 日韩可能升级旅游警示 对啊 是蛮大的困扰 那现在如果都不能退的话 可能差不多会一万五 有民众买了到日本的机票 但现在迟迟等不到旅游警示升级 达人教你再等等 虽然现在才一级警示 但是不排除 他可能会在一两个月内 升到第三级的警示 那如果是第三级的警示 就会比照中港澳做全额退飞 即使你买的是廉价航空的机票 或者是那种非常便宜的特价票 都可以做全额退飞 所以我也觉得 如果民众自己购买机票的票期 不是这么的接近的话 其实可以稍微等一下下 如果是自由行机票 必须等到第三级红色警示 才能全额退 但如果是团体旅游 第一级只能算是旅客违约 依距离出发日天数 依比例退费 第二级是会被旅行社 收团费的5%当作补偿 而第三级才是可以全额退还 其实日本还有韩国 他们都很清楚 现在的疫情状况 所以大部分的饭店 其实很愿意做这些 退费的动作 即使你订了房是 不可退的房型 但外交部公告的 都只是建议 根据警官署的 国际旅游疫情等级表 目前中国香港和澳门 都是第三级警告 回台必须要居家检疫 而第二级警示的新加坡 和第一级注意的 日本 韩国和泰国 必须有症状 才需要自主健康管理 组织中心强调 没有必要还是少出国 别让台湾出现防疫漏洞 在全国公众群青 看到了 都可以 可以 等于